高鴻安現在也要當市長了 但是他的論文遭到了 辛辛納提大學下架 怎麼一回事呢 翁達瑞說 可能這個大學也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受到支撤會談 覺得他這個論文有問題 還是說這個被下載 達到900萬這樣的數字 非常之不可思議 他還說有一個可能是 美國的主流媒體 關注到這件事情 真的嗎 翁達瑞秀出高鴻安博士論文 消失證據 他研判辛辛納提大學 下架高鴻安論文原因 可能校方已經收到 資撤會的求償性 或是高鴻安論文 被下載900多萬次 校方發現不尋常 美國主流媒體在追這件事 校方知道事有蹊蹺 還說辛辛納提大學 接下來可能會與 資撤會協商賠償問題 對高鴻安論文進行學論調查 以及根據結果處置高鴻安 最早情況是學位被撤銷 最後更嗆高鴻安 騙得了一時 騙不了一時 躲得了一時 躲不了一時 高鴻安再批綠營側翼抹黑 更說要在2024下架民進黨 也在做出事選前一天拿出來的 辛辛納提大學回函 但回函日期是10月20號 而資撤會是在25號向校方 檢舉高鴻安侵權 回函不僅在日期上沒說服力 但無法說明論文遭到下架的事實 高鴻安論文在辛辛納提大學 已經那麼久了 上一次也沒有下架 怎麼這次的時候忽然間下架 怪怪的 很怪 但是因為我們沒辦法問辛辛納提 你為什麼要下架 所以這個事情只能看 但是因為資撤會是有發函給辛辛納提 是不是辛辛納提大學 重新review過高鴻安的論文之後 覺得有什麼要修改的 或者是要高鴻安回復什麼事情的 或者是他們要什麼調查的 所以才把他下架 那辛辛納提只是一個 因為不管他到底是為什麼 最後你總是要面對 這個面對不是講高鴻安 包括辛辛納提 你這篇論文嚇下來之後 你到底是怎麼回事 而且你知道他在選 你不是高鴻不是操作說 辛辛納提認證沒問題 結果人家就把論文拿下來 高鴻安你也出來說一下 那個時間是比較早的 是針對之前的 高鴻安的事情 因為前面跟論文 他其實是這次 這次如果你就看整個台灣的話 有些事情是從南到北的 就是民進黨失去了某些人的支持 這是事實 吳怡農是三十四 三十三十三十四歲的時候 結果結束了高聖美國的工作之後 回台灣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們應該是三十五歲 就不用當兵 軍事名詞我不知道 太久了 我忘記了 三十三三十四歲 跑去當兵 然後他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海軍陸戰隊 他是瘋了嗎 再過一兩年 應該就可以不用當兵 我記得超過三十五 是可以不用當兵的 他圖選一圈 就為什麼這樣子一個人 那我如果要 我如果要酸國民黨的話 我如果要酸那個蔣萬恩的話 這種人其實就應該 選他蔣萬恩 講他沒有做兵 有啦 就是加一點 整天 整天 四天 就是說選舉的時候 你要這樣子搞 你要這樣子搞 就是你還是在迷信那個仇恨動員 然後你像這個 吳亦農其實他不是典型的民進黨人 就是說我在看吳亦農 民進黨這次提吳亦農 他說他除了他有一個專業形象之外 看起來年輕有活力之外 他也不是完全是典型的民進黨 他常常會爆打中央 所以我在看這一局的時候 因為這個投票率會比較低啦 所以為什麼國民黨弄網紅 網紅我也是考慮到這個東西嗎 他希望靠基本盤就贏你嘛 那因為我要動基本盤 所以我一定是仇恨動員嘛 可是因為這樣做的結果 你會不會把有一些人看不過去就出來 然後講他爸爸 他爸爸是學者好不好 對啊 你爸爸無乃德 很有親喻的嘛 硬要扯到他伯伯是不是 還叔叔 他大伯 他伯伯啦 所以你覺得光是他們這樣子 胡亂一通 選民心裡會有一把尺 我只相信一件事情 我只想看一下 或者說我們是不是可以相信一件事情 他打得很高調 我覺得選民自己會有 有時候常常我們常常講說 選民是最有智慧的 那有的時候你不讓國民黨試下去 他不會行